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 栽后院最值得栽种的植物记忆 它的名字叫做 荷包牡丹 跟我来栽这边 就是这棵 植类植物非常的好栽种 它的名字叫做 荷包牡丹 我估计因为 它的叶片看上去 跟牡丹好类似的 所以都叫做 荷包牡丹 因为它的花形 一串一串的 好像小荷包一样 那叶片就像 牡丹 所以就叫做荷包牡丹 这个是我想的 不一定是对的 可以盆栽 低栽都可以 我刚才看哪棵比较大棵的 在盆栽已经有 好多年了 我都忘了 它开发的时间呢 如果陆陆寿寿的开了 应该都可以开 两三个月吧 我真的忘了 它可以开多久 那看完荷包牡丹呢 来看我真正的牡丹 它今年呢开了有 五朵 其中的一朵呢都已经掉下了 现在应该都属于新开 我是盆栽的 牡丹跟刚才 因为荷包牡丹呢 一片好类似的 牡丹的一片呢就比较大 刚才那棵 荷包牡丹呢就一片比较小 牡丹是富贵花 它今年开了五朵 五福林门 非常的好一头 我今年的樱桃呢都 开得很美啊 开了满满的花 这颗樱桃我摘种了好多年 它今年算是开的最好了 好像一个球一样啊开了 像一个锈球 每一朵花都可以长出一个樱桃 今年肯定是最好的一年 茶花都开了有一个多月了 还在开 我现在这边是中午有二十度 阳光很好 每天中午 我肯定会到厚院来看看我的花花草草 看见它们呢 每一天都不一样 真的好开心 这颗西龙口花 从去年开到现在啊 冬天都没有掉下的这颗 这个品种 铁虾链 铁虾链 应该很快就会开了 花苞已经很大 这颗是三类铁 我最近呢 又多买了一颗 不同颜色的种下去 都已经有花苞了 这边的三类铁 每一天它们都长得不一样 真的好期待它们开花 看看这颗铁虾 我在上个月做视频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叶片的 多漂亮啊 我喜欢再种一些不同颜色的植物 怎样呢 颜色的搭配呢 就比较好看 这颗 Prom 结了好多果子了 圣诞过后的时候买的光价 这颗勺药 很快啊 上个月做视频的时候 还是小小 现在都已经长了怎么大 每人教都在长了 过来这边看 Defadu还是开得好好啊 现在都开了比较多的颜色 结克了 花的中心呢 是橙红色的 这一朵 白色花瓣的 还在开啊 我在上个月做视频的时候 就有介绍过它了 因为只有一颗 是花瓣白色的 这边的葡萄凤芯子 新开了 结了就 多重花瓣的 白色的花瓣 白色的花瓣 中心还有一些些 什么颜色啊 橙红色 好美啊 每天看它们都看不够 颜色的花瓣 颜色的花瓣 开了几朵了 这边 不过我有一部分 比较好看的 它 一样的两个品种 不同颜色的 不同颜色的 花瓣都被蜗牛吃光了 这边有一颗小菊花 去年因为没有下雪 这颗是去年的 所以它一到了春天 就马上开了 奇怪的 为什么有一颗有一颗 有一朵是白色的 我去年好像没有看过 这个颜色啊 这边还有 风生纸在开 这个好长啊 本来长得很好的 被我细肥了 细得太重了 一下子了 就变了这个样子 因为我是用浇素来细肥的 我后院是用浇素的 因为用浇素 分量有时候呢 可能调的太浓 跟我来带你们再看一些不同颜色的 在这边 开了几朵了 颜色不一样的 这边 终于开了一些不同颜色的 因为我买的时候呢 是好多颜色的 这颗的颜色很好看啊 白色的花瓣 都可以开很久啊 可以开一两个月 现在已经有一些掉下了 这一类掉下以后呢 就会有另外的植物长出 因为我摘中了不同季节的植物 其他的都已经慢慢的长出 这颗都开得很好啊 都开了有一个多月 好像白水一样 我会再买多几颗来摘中的 多种几颗 让它有一大堆 就会很好看啊 这几颗龙后花了 都长得很好了 应该下个月就会有花看 宝宝今天 好多小植物都已经长了出来 现在开得很好的 现在开得很好的 还有几颗櫻花 我的 Labor 邻居 是不是叫邻居 他们的后院都能看得见的 每年它新开的时候 我的邻居都会跟我说 把他们的后院都漂亮起来 我的櫻花可以把他们的院子漂亮起来 他们的都有一些植物 把我的院子呢漂亮起来 好像面前这颗白色的 还有其他的 红色的 蓝色的都有 在不同的季节呢有不同的颜色 这边是我的小菜园 酒鸡菜都长得很好啦 春天一到 不管什么植物 都长得很好 有一些韭菜 韭菜我不吃的 跟朋友在种的 这边我刚刚摘种了一些豆 我怕小鸟啊 所以我用了一些夹子 避免有小鸟跟猫 我这边好多小鸟跟猫啊 小白菜都已经长出来了 这边的白菜 去年的 现在已经有花 让它在这边呢 留了一些种子 开发都挺好看的 这些白菜很好啊 冬天都不会洗的 这边的小鸟 这边的菜苗都已经长出了 还有几颗苹果 苹果花好美的 去年被我捡了好多 这颗水晶梨 这颗水晶梨 现在都已经有一些 小小的 小果子 不过每一年呢 到最后呢 金虾的 都不多 去年呢 就非常的给我面子 就 只有一个水晶梨 今年的小果子呢 就好多了 但到最后 不肯听他可以 留下有几多 希望他不好 给我面子啦 今年 杰克就很好 每年都可以有好多 杰克好像 我不肯听他叫什么 在我这边呢 我们叫他做 Pitch 好了 等下个月 再来更新 我的后院 拜拜 拜拜